所以清晨在嘉義地區的話出現4.7度左右的低溫 那其他地方的話 普遍整個西半部來講都在8到10度之間 今天相較於昨天來講 浮射冷卻相應是更明顯的 因為今天其實清晨的話 比昨天更為的晴朗 那另外的話 接下來的話 其實明天的話 清晨其實還是會有一些些浮射冷卻的影響 所以我們預計明天整個全台灣都還是 比較容易會出現10度以下的低溫 白天陽光雖然露臉 但氣溫還是偏低 民眾依然外套包緊緊 溫度要明顯回升的話 得等到明天白天 全台高溫到了星期天 都有機會達到20度以上 不過提醒您 清晨還是會受到浮射冷卻影響 氣象局發布低溫特報 西半部的日夜溫差可能一向子差了10到12度 要特別注意保暖